本土疫情延燒 連月子中心也傳出了員工確診 包括松山區還有中正區 各有一家 衛生局正式消息 而且兩間的所有員工 爸媽 嬰兒 孩童都已經完成採檢 陸續等待結果出爐 而不只是臺北 就連基隆也有拖映中心人員染疫 不斷拍被安撫 在小心翼翼 幫寶寶套上泳圈 中正區這家月子中心 頗受好評 但這回卻爆出工作人員染疫 附近住戶都知情 就連里長也有掌握 這家月子中心 三號晚間大規模採檢 下午月子中心大門禁閉 就連外送員來了 也被要求走停車地下道進入 格外低調小心 總共有兩百七十三位 那也就全部採檢 而且是全部陰性 那我們已經也全部做完安置 今天是有那個就是採檢一家 那整個台北市目前是有兩家 月子中心染疫不止一家 如主民眾秀出公告 爆出機構內一名同仁確診 四號找傷 衛生局緊急派專車採檢 進一步說明這名個案24582 住在萬華區 在嵩山區的產後護理之家工作 感染源還在釐清 但全都包括員工爸媽 嬰兒孩童92人 已經全數裁檢 等待結果出爐 疫情延燒月子中心 不止台北就連基隆 也有拖嬰中心員工確診 最缺乏防備的新生兒 恐怕讓無形病毒入侵 為打疫苗嬰幼兒 成了最危險族群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報導